那這個神社最有名的地方 就是那個綿延超過100公尺的123座鳥居 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鮑勃 我是雯恩 我們現在是賴戶內海五字游的第二天啦 今天早上就從關門的廚房糖霧市場開始吧 這裡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可以直接跟漁夫買魚喔 有處理過了一整隻河豚 所以呢,從那邊的生魚片 然後到這邊可以煮湯的部位,全部都有 早餐我們來吃新鮮的四場食堂YOSHI 這家店啊,現在在卡貝勒庫有3.54的高品價耶 通常在不是大城市的地方啦 店家就要難拿到這麼高的品牌 所以真的是蠻難得的 我點的這個是啊 炸河豚還有河豚生魚片的定食 現在緊張程度多少 三條跟自白吧 我怕這是東橋最後一期 不會,沒關係 因為周五是有執照的人 就是吃火耶 所以絕對沒問題 它這個河豚生魚片啊 口感跟我吃過的所有生魚片都不太一樣 它是有點Q 然後肉質非常的紮實 平常吃到的生魚片可能都是一入口 然後脂肪的比例比較重 真的是比較偏瘦肉的感覺 我們吃完飯9點半 然後這邊市場的店差不多都開了 那我們現在離開唐戶市場去下一個地方囉 我們現在坐計程車回關鍵站 我們今天這個車啊 要從新夏關裝來站了 我們今天這個車啊要從新夏關裝來站了 車長特牛站 然後預計整個列車行走時間是一個小時 大家如果到日本比較鄉下的地區旅行的話 非常建議可以像我們這樣搭觀光列車 然後呢就可以一邊旅行一邊欣賞沿途的風景 這個列車有一個很貼心的地方 就是它有我們的海景的時候 它會停下來給你拍照 然後慢慢的欣賞 看著日本海這樣子太威了 這個星光神移 我們下次的這站還蠻特別的 它是那種沒有人的車站 算車站沒有人但車站有空 超可愛的貓 我們現在到的地方就是知名的角島大橋了 這個角島大橋呢 是連接日本的本島跟我後方的角島 然後可以看到它中間有繞過一個島 叫做鳩島王 我們現在要坐車經過角島大橋了 我們來到了位在海角的神社 圓乃魚神社 那這個神社最有名的地方就是那個 綿延超過100公尺的123座鳥居 圓乃魚神社的鳥居走到底就可以看到海岸 圓乃魚神社的鳥居走到底就可以看到海岸 我實在用這個賽前的箱 坐在鳥居的上方 那所以很難投進 所以聽說投進的時候會帶來好運喔 差一點 那我們要離開這個神社去下一個地方 我們現在到了SENZA KITCHEN 先起廚房 這邊總共有三四棟建築物 然後都有各種不同的餐廳 我們中午吃的這家店是大麻利 我們點的這個是炸魚 炸蝦 然後還有一個也是一樣是魚的吸金字 那我們吃完中餐囉 接下來要搭一個半小時的車前去下一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要準備要check in 我們剛剛check in的時間有點趕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趕去其他人住宿的地方 但是呢請一句話總結我們剛剛看到房間 所以我看過最日式最豪華 然後最傳統最大 盡情期待 我現在到這邊是哪裡了 我們接下來要去看一下其他人的房間長什麼樣子 他們剛剛說這一家可以住十個人 所以就是我們今天只有五個人住這邊 不是每個人都睡在榻榻米上面 就是還有就是陽式的房間 竟然還有一個小書房 太誇張了 看我這個庭園我已經基本上嚇傻了 現在導遊姐姐要花一個小時 帶我們導染就是這個城鎮 就是從以前建立的城下庭之後 他們就把原本的風貌都完整的保存下來 那這邊也認定成為日本遺產 我現在這邊是主要的幹道 然後它分成兩區 左邊這一區是五四的區域 然後右邊這個區域也是商人的區域 現在所在主要道路的這一側的這一邊呢 就是凡校也就是給五四讀書的學校喔 然後再來吃意大利餐廳 Cartigiano 這是什麼啊 我點的是當地產的日本酒 然後加上那個薑汁汽水 孫啊 我點的是德土的蘋果汁 哇 非常自然的甜味 很好 它這個啊 就是沒有坎西的起司 但是我覺得它的那個起司 跟它的那個tomato sauce 搭配恰到好處 非常的好處 這一道是烤雞 你看這個烤的皮感覺好脆啊 然後肉也不會太柴 配上那個芥末的味道煮下去啊 非常的豐富 那這個啊 就是台灣的餐廳有時候有賣 它就是冰高 它吃起來沒有像冰淇淋那麼的綿密 反正是有點鬆軟 但是它甜味還十足 加上一點點的堅果類跟那個 就是水果類 我覺得吃起來也沒有像冰淇淋 我覺得吃起來也沒有像冰淇淋 那個層次感非常好 它的可可粉很香 然後它不像一般外面的其他米酥 那麼的軟 它反而是有一點點的口感 然後下面泡的這個 那個咖啡的醬子非常的香 在沙啡的部分 你只能放在湯裡 我會想要誘一個小聲 然後我再找你 說一下 我會想要誘一個小聲 我會想要誘一個小聲 那刚刚的民宿开箱 大家还满意吗 我们真的要去洗澡休息咯 大家晚安 晚安